很多人都知道 马老师说 我从来没碰过钱 我对钱没有兴趣 但人家也说了 但是我觉得花钱还是有兴趣 Alpen的今日话题 潮点满满的花钱好操作 理发贵贵贵 不管锡纸烫还是大波浪 发型的重要性远超想象 先任文莱苏丹博尔基亚 你猜这位2018全球富豪排行第87的国王 剪一次头发要花多少钱呢 答案是1.5万英镑 2009年 国王买了豪华头等舱机票 并承担了对方在文莱的全部费用 只为请一名远在伦敦的礼拜师 给自己礼个发 好车买买买 接着说博尔基亚 他最闻名于世的另一大爱好是买车 虽然身为国王的他 这辈子也不太有机会亲自开车 604辆劳斯莱斯 让他成为全世界拥有最多劳斯莱斯的男人 这还不加上其他7000多辆稀有豪车 以及20多架私人飞机 千名大大大 71岁的阿拉伯彩虹酋长哈马德 以各种大字头炫富走红网络 2011年 他在私家小岛上挖出了 Hammer的字母形状的运河 等到波斯湾涨潮海水倒灌 高1000米长3.2公里的签名 就会出现在地球表面 大到什么程度呢 不用放大 直接打开谷歌地图定位到附近 就能够看到 一家六口人 房子要够住大概得多少瓶呢 印度首富木克什的答案是27层 没错 整整27层只住了木克什一家六口人 常住女佣倒是多达600人 肿容惨惨惨惨 猫女乔瑟琳的故事 不由让人想起了赵丽颖的事迹疑问 为了留住猫科动物爱好者丈夫的心 乔瑟琳不知哪里来的idea 前后10年来 花了将近2800万人民币 给自己整了张猫脸 虽然到最后 她亲自目睹丈夫出轨19岁俄罗斯嫩魔 但1999年 乔瑟琳还是拿到了25亿美元分手费 和之后13年 每年1亿美元的赡养费 手机闪闪闪 说到改造 你听说过世界上有这样一家公司 主要业务就是改造各种豪华手机嘛 画风如你所见 金光闪闪 豪气之鱼散发着神秘的土味 而迄今为止最天价的iPhone 来自于英国知名设计师 斯托尔特·修斯 他的设计风格四个字改阔 那就是相金相钻 被他重新设计过的iPhone 5 卖出了10600多万的天价 品味怪怪怪 华尔街对冲基金大亨 史蒂文·科恩是华尔街 身价140亿美元的超级富豪 富豪逛花鸟鱼虫市场的时候 会买什么鱼呢 答案揭晓 实地文化5500多万人民币 买了一头虎沙 死透透变干干的那种 有千人的韧性世界 可以说是非常难懂了 小伙伴们 你诗心风买过什么东西呢 留言评论吧 八字算命书 雅成八字命令 是基于生辰八字推算的一门占卜书 向大家推荐一位 研究八字命令 二十余年的道长 擅长八字算命 居家风水布局 灵福法事 道长微信 2088-2988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